剛剛我們說就是一直在講 平行時空的這個概念主題 Ryne剛剛也說 就是在電影誕生的最原初 就是Louis Mye跟這個梅里葉 就等於說是有電影的現實面 寫實面跟電影的奇幻面 關於這部分可不可以再幫我們多說一下 這次影展裡面還有哪些令人期待的作品 好 那我講一個比較好玩的好了 我們這一次有一部片叫做天賦異獸 因為這部電影講的是一個男生 他媽媽死掉 那他媽媽死掉之後 因為他媽媽據說是有超能力 可是因為電影一開始 他媽媽就死掉 所以我們講是真是假 總之那個男生就繼承了 他媽媽的超能力 他只要摸你 假如你生病 他用手摸你 然後把那個熱能導向給你 你就會痊癒了 康復了這樣子 那這種電影其實在好萊塢有很多 就好萊塢是習慣把這樣一個意外的英雄 去把他所做的事蹟 全部都英雄化 但是其實今天這是一部法國片 他說他沒有那麼強調超能力這件事情 他是著重在這個男生 他確實真的去幫助別人 也不求回報 可是他仍然覺得心裡很空虛 就是他其實覺得人生沒有目標 然後你會想說 那大家都有求於他 他變成英雄 這樣有什麼不好 他他一直覺得這個事情 可能是上天引導他去做 可是他更想知道 他做這些的存在的目的 是違和 所以我覺得法國人如果來拍蜘蛛俠 蜘蛛人 超人 應該也都會跟跟我們 所想到的不一樣 是 那總之最後他就遇見我們女主角 女主角就是很有名的一部電影 《巴黎妓院回憶錄》的女主角之一 那那個女主角有嚴重的 智慧傾向 那這個男生認識他之後 就不斷地去開導他 可是因為這個女生 他他的病不是真的肉體上的病 是心病 所以這個男生是沒有辦法用 他的那個手去天賦一手去摸他的 他他必須要用心去好像有點像去 開導他去生 跟他認識 跟他真的交朋友 那他也愛上這個女生 那其實我覺得這部電影 最後其實是兩個孤獨的靈魂 最後碰撞在一起 然後就互相互相 好像互相治療彼此這樣 所以他的法文片名 其實是你治癒了我的靈魂 我就是一個很美的一個片名 對 那我覺得 我為什麼要把他放進宇宙大不同 是我們後來就覺得 那其實宇宙大不同 不一定非要 好像都要跟時空連上關係 那我覺得其實我們這個單元 既然設定為奇幻的話 其實我希望廣納各種多元的奇幻 那這樣的奇幻可能 比如說像天賦一首 他不像好萊塢有些很賣座 那種奇幻片 你一看就會覺得他是一個童話的 或者是一個很超現實的設定 一看就是一個非常 你覺得一定是假的 那法國人拍這樣的一個奇幻題材 一個忽然間有神力 可以治療別人的題材 他仍然強調是非常寫實的感覺 所以他裡頭 他找了一個大叔 胖胖的大叔來演這個男主角 那女主角雖然本人很美 可是因為有心病 然後有厭世傾向 所以常常都是捧頭垢面這樣子的 那他們其實也不是在一個 好像很華麗的環境中 他們其實就是都是一般人 然後甚至他的神力 他也不會說他在施法術的時候 好像會出現什麼泡泡 或者什麼煙霧之類 沒有 他就只是想手摸你一下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個是我們臺灣在臺灣影迷 在看好像很少接觸到法國拍 拍期換是怎麼去處理他的 對啊 所以這也是我非常喜歡 想要把他引進來 跟臺灣觀眾分享的 今天非常感謝Ryan 幫我們介紹平行時空的策展概念 明天我們繼續談大師跟興瑞 謝謝Ryan 謝謝